希拉米王妃苦尽甘来 泰王为提帮功扫清障碍 一家三口即将团聚 王室专家安德鲁之前爆料 希拉米很快就会回归王室 并且恢复一切王室头衔 但是遭到了苏提达的富裕顽抗 希拉米至今都没有恢复自由 双方的对峙还在继续 种种细节都表明 当时泰王已经做好准备 要把希拉米接回来 古光不遗余力制造舆论 并且还晒出了希拉米的个人灰印 证明这件事已经八九不离世 苏提达背后的军方坐不住了 联合起来给泰王施压 最终希拉米复宠计划被终止 本来以为苏提达可以安枕无忧 但是马哈并没有放弃营救希拉米 而是采取更加隐蔽的方式 目前提帮功已经过了18岁生日 距离力处只有一步之遥 当年马哈是20岁当上王储 因此提帮功还有两年的时间 泰王也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 即使苏提达在折腾 泰王也是听之认之 最多也只是做做表面功夫 如今提帮功已经被召回国内 不光突破了苏提达的封锁 距离王储宝座也只差一步之遥 只不过现在外部势力太强大 马哈也只能唯唯救赵 暗中协助提帮功王子 此外泰王还善待希拉米 将前期安置在皇家别院 并且允许提帮功买探王 因为外部势力太强大 马哈不得不曲线救国 先把提帮功扶持上王储的宝座 之后再解救希拉米 为了麻痹苏提达 太王甚至遣散了德国后宫团 给了苏提达一家独大的假象 几十一岁的太王用心良苦 实在是令人佩服不已 简直为希拉米母子操作了心 但是现在看来 太王的努力没有排废 提帮功学业进步很快 公务方面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外部势力不断施养 现在能够将希拉米营救出来的 只有提帮功王子一个人 提帮功是个孝顺的孩子 为了母妃不再受苦 自然会在王储大战中拼尽全力 如今的希拉米已经被关押了九年 生活条件改善了很多 依旧能够过锦衣玉食的生活 看来马哈还算有情有义 并没有对前妻下狠手 充其量也只是禁足而已 希拉米王妃当年离宫修行 提帮功还指示着孩子跟妈妈抱头痛哭 这样的场景真是揪心 如今小王子长大成人 终于到了复仇的时刻 只有自己壮大起来 希拉米才有回归的可能 马哈国王也愿意助儿子一臂之力 目前只能顺势而为 局势也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只是泰王年事已高 必须提前出手 为希拉米母子扫清障碍 泰国王室还有一位关键人物 就是护国神兽司伟范 泰国小公主是希拉米扶养长大的 至今都在尽心尽力辅佐提帮功 也算是一个可靠的盟友 唯一需要提防的 就是玉昆家族和苏提达背后的军方 捷径当然是联姻 只要小王子迎娶玉昆家族的千金 那么所有困难都会迎刃而解 希拉米也有望恢复自由 江山设计需要有人继承 泰王最认可的还是提帮功 无论是海外四子还是苏提达儿子 都存在极大的缺陷 跟提帮功根本没法比 自然也入不了马哈国王的眼 提帮功忠孝仁义 得到了民众一边倒的支持 他继位才是众望所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